我们要学禅的精神 禅的精神就是境界 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它都是顺着境走 用一颗平静的心 心中不起波涛 犹如小河里的水滚滚而来 一流到大海里 什么波浪都没有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有禅定的人 心就犹如大海一样宽广 能容纳汹涌的波涛 而不起浪花 师父还说 禅定必须自己先稳住 才能定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护法菩萨 感恩南京菩萨 感恩文昌菩萨 保佑我儿子考入理想高中 我是2017年开始学习心灵法门的 学佛这些年 菩萨保佑孩子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 都进入了自己心仪的学校 同时也帮助了我们走出了事业低谷 解决了信用卡危机 学佛这些年 身体也比以前好多了 还成功地帮助家里人 化解了多次劫难 不管是家庭 事业 健康 变化真的很大 所以 有幸能学习心灵法门的有缘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已经修行的师兄们 一定要精进努力 一定要紧跟师父脚步 好好修下去 佛法改变命运 真实不虚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们这里一位癌症晚期同修 当时被医院回绝了回来的 说他是活不过当年清明 当时的他 整个人几乎瘫痪在轮椅上 生活不能自理 全要靠女老伴 同修上下照顾 生活非常吃力 去年五月份闻到佛法 我们疏导他 许大院吃全素 运用五大法宝 同修非常虔诚 忏悔 念经 完寨 放生 认真学习师父白化佛法 神奇的是 许大院一个星期 再一次去医院化疗 医院检查 癌细胞竟然神奇消失了 前天 同修出来现身说法分享 在今年四月份左右 有一次他迷迷糊糊睡着了 梦中师父和他说 你好了 没事了 当时的情况 同修是一直担心自己身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能站立 平时生活是一直要依靠家人的 梦醒来后 他竟然就能从轮椅上站起来了 现在自己都可以行动自如走了 前天 自己还亲自参加 集体大放生 现在 医院检查他身体指标 一切正常了 癌细胞也没有了 佛法创造奇迹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即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深深地忏悔 自己只顾念经速度 不顾经文质量 望有缘看到这里的师兄们 以此为戒 前些日子许愿了经文组和小房子 当时的我念经只顾速度 没有看经书来念 自以为背熟了经文 刚开始做梦 不是梦到自己在念经 就是念经文组和小房子 当时愚痴的我 不知道梦境是提醒我 念诵的质量有问题 还自以为是鼓励我 要更加努力多念诵经文 随着念错经文时间和次数的增加 我的梦境越来越糟糕 比念之前还糟糕 我才开始反思 有天看到师父曾经开示 念经不能只顾速度 不顾质量 漏念的小房子质量很不好 小房子里的某一个经文念得不好 一张经文质量就不好 最好对照着经书 一遍一遍来念 当时的我 还是没有对照经文 发现自己念诵有漏 非常愚痴 直到某天又看到师父开示 可以求菩萨托梦告知 自己念诵的小房子质量如何 我就到佛台上乡求菩萨告知 结果没有等到托梦 我念着念着经文就拿起经书对照自己有没有念错 一对照才发现自己错的离谱 欺佛灭罪真言念漏了 过了没多长时间 又发现大悲咒也念漏了一句 难怪越念小房子梦境越糟糕 自己这是给了不好的还债小房子 难怪越念越糟糕 生活中也有些倒霉 深深地忏悔 自己只顾念经速度 不顾经文质量 望有缘看到这里的师兄们 以此为戒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儿子高考超长发挥 考上本科大学 我按照师父的教导 运用三大法宝 许愿 放生 念经 帮助儿子顺利考上本科大学 在高中这三年 坚持帮儿子念功课 大悲咒 心经 准提神咒 礼佛大畅伟文 祈求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儿子身体好 开智慧 学习好 师父开试 消除业障 那就能够考得好了 帮儿子许愿经文组合 小房子49章 帮儿子许愿放生鱼 在高二的时候 开始许了700条放完 接着许300条放完 在录取学校没有出来前 许了1200条 在高考前一个月 坚持每周帮儿子 送五张小房子 帮儿子念自修经文 心经 念了两张 针对祈求保佑儿子 开智慧 学习好 读书好 准提神咒 自修经文三张 祈求菩萨 保佑儿子 考大学顺利 能够学有所成 祈求菩萨 保佑儿子 消灾吉祥 平安顺利 我同时也许了我名字的 孩子的经文组合小房子 房子要经者 经文组合小房子 在高考那三天 师兄们帮助助念 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加持下 我儿子超常发挥 考出了比平常要多出 四十多分的分数 如愿地考上了一本大学 高考的成绩 是读书这么久以来 考得最好的一次 平常的大湾区考 广东阴摩考 月考都是四百多分 最好的一次是五百零几分 高考的成绩是最高分的 感恩那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人听了因果道理 也懂得了法不失 财不失 无畏不失的道理 他对法师说 等我以后有财了 我一定会广修供养 做一些既是既是旧人的事业 这个法师说 等你有财再不失 你永远就不会有财 也不会再不失 为什么 法师告诉他 因为你的父友是从不失中得来的呀 这个人说 我很贫穷 我连饭都吃不饱 我怎么来不失啊 师父 法师从那个人碗里 夹起一厘米 说一颗真诚恭敬的爱心 从一厘米就可以不失 我们少吃一颗米 几粒 十几粒 几十厘米 并不影响我们生命的健康 很多时候 我们对我们自己已经无所谓的东西 对有些人来讲 他们是十分需要的 我们真诚的恭敬的去布施 哪怕一厘米 一文钱 只要是布施的你这份心啊 这就叫功德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心气任运 一个人的心所产生的气场 就任由他去运作 任由他去运动 不要阻止自己的气场 比如当一个人很不开心在生气时 如果你阻止他不要发脾气 不要难过等等 接下来他就会生病 让他去讲 让他去发泄 发完了就没事了 如果阻止他这个气场向外发泄 接下来就有麻烦了 最容易生癌症或各种肝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